大家好, 今天隨時介紹做椰汁紅豆糕 我今天是用中國紅豆 這裡有20克紅豆 選出雜物, 沖洗乾淨 沖洗乾淨的紅豆放進鍋裡 水要遮蓋紅豆面 我今天放300克水, 開大火煮滾 見它滾, 較中小火煮20分鐘 煮了20分鐘後, 關火煮20分鐘 現在20分鐘後, 把紅豆倒出來 沖洗乾淨 放入150克水, 煮滾 見它滾, 較小火煮35分鐘 現在35分鐘後 拿一粒出來試試它的口感 我就可以了 拿出半份, 放在小碗裡 小許兒, 其餘的半份紅豆 蓋面用中小火煮10分鐘 如果不夠水的話, 就要加點水 現在10分鐘後 放入正說拿出來的半份紅豆 開大火 放入兩茶匙羹糖 放入兩茶匙羹糖 小許兒, 煮滾 現在見它滾了, 關火 浸一晚, 入甜味 第二天, 做之前 將紅豆放入濾架裡 濾出多餘的水, 備用 小碗, 放入三分之二茶匙羹膠粉 這裡是五茶匙羹水 拌勻, 等10分鐘 這裡我放入25克粟粉 這裏是175克粟奶 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 拌勻一次, 在小鍋裡 放入40克糖 小許兒鹽 我是用80克粟奶 放入80克粟奶 和綠茶匙羹花奶 拌勻 拌勻 十分鐘之後 我把魚膠粉料 放在一個小鍋裡 放入150克粟奶 開中火 煮到見到水蒸氣出 就調最小火一號 再熱 拌勻椰漿 之後, 開中火 一邊煮, 一邊不停地拌勻 現在煮到見到中間起泡泡 關火 在熱爐上, 拌勻一分鐘 拌勻一分鐘之後 加入紅豆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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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毫 全部用冷水沖濕過 那些搭亂的魚膠水 拌勻 隨便加入,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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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二十次 或者是完全融合了魚膠粉料 接著, 這裡有五個模 我用冷水沖濕過 現在倒那些材料 冷水沖濕大約是兩個小時 現在兩個小時 攤冷了之後 蓋一張保鮮紙 放進冰箱 三至四個小時 現在四個小時後 拿出那些椰汁紅豆糕 用茶匙 輕力按住椰汁紅豆糕 讓它離開那個毛邊 現在用手指弓 來推這個毛 讓我椰汁紅豆糕出毛 椰汁紅豆糕已經做好了 很感謝收看 希望你喜歡吃 下次再見